星期二的聚财GIME5单元 为您邀请到是聚财网的超人气 布洛克艾斯 艾斯早安 好 星期你好 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是阿瑟艾斯 好 艾斯早 我们关心到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其实从这一波的7061点 涨上来其实已经是大涨了超过500点了 因此也想请问一下 艾斯有没有比较好用的操作方法 可以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呢 而现阶段还可以再继续的进场吗 OK 那我今天先讲一下 这波什么操作做爆单好了 在股市里头 一个人是否天智聪明 其实不是必备的要素 反而在大多数的状况里头 过于聪明 会是一种操作上的障碍 越是聪明反应灵敏的人 主要面对心理障碍 他其实越坚困难以突破的 就像今天的图卡一样 可能不适合当个称职的交易人 因为聪明的人他反应快 也容易在操作判断上 造成决策上的反反复复 转线操作频繁 虽然大多数的时候 他可以及时做一些听神的反应 但是也常常因为反应过早 突厂 然后无法让扩力过大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 我一定已经书中所提到 傻瓜爆单书 金傻瓜爆单书 OK 门门的心理 其实往往是充满矛盾的 他还怀抱着 不切实际的赚大钱美梦 可是内心他会去逃避风险 所以越是聪明的人 在操作上他会越加犹豫 不是容易进场太迟 就是做对行情的时候 他没办法报单扩大活力 然后他们最大缺点是第一个 他常常都会自作聪明 他们又买到最低点 他就不情愿顺势操作 觉得说当价的成本已经过高了 所以他反而会采取上逆势摸头 反向操作 越是资序熄灭的交易者 对本身的情绪控管 其实越加困难 比如说恐惧 贪婪 怀疑 直顿 害怕 保守 照进 这些心理素食的波动 也会叫那些常人来得更加明显 我举个例来说 我发现我过往 没办法能够赚钱大多数原因 说办法是因为不能够怎样 如实听话造作 不是说对盘子上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所以如果要赚取大波段获利的话 我觉得自认聪明的投资人 他学习下所谓的报单的 那个傻瓜的报单技巧 还有下面这两点 那个报单流仓到底什么绝交 说算就以下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赔钱单不流仓 另外一个就是顺势操作 直到趋势改变 一个是不让亏损有机会再扩大 另外一个是扩大获利 赚钱单虚报 所以总结下来就到部分 普遍认知的赢家策略大赚小赔 那我们再接下来讲这个第一个部分 赔钱单不流仓 换一下子卡 这一点大家应该还蛮容易理解的 因为如果说你赔钱去凹单的话 冒险流仓通常只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最好是逆转变小赚 原本就是赔的变成小赚 再来第二种持平的话 就是维持小赔 第三个就是你持续同方向 顺势的话亏损变大赔 按结果怎么来推销 这个取胜的机会只剩下三分之一 按照风险与报酬比来衡量 这显然不是建议的操作方式 再来另外一部分 就是你做对的 就是顺势操作直到趋势改变 这个部分 这个顾名思维就是顺势操作 顺势而为 你不要预设立场 你昨日涨 今日涨 明天应该再怎样 应该以下看档派对 真的要顺势 多的想法都错误了 以顺势的多方操作 你拉回做多找买一点 都是对的 你顺势操作直到趋势改变 它如果是破断的话 你顺势结束就下车而已 要怎么确认顺势结束 这很简单 二分法就好 涨涨涨下跌 红柿红柿红柿黑柿 你过高过高过高 破滴不过高 这个顺势就改变了 这个很好理解 再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今年年初 从1月30号 农年新春开红盘之后 也是连续几个交易率 都是这样子 你那时候差不多低点 大概七三八二点 然后大概一度涨到2月7号 那波直接啪啪啪 每天一日连续六天 就是过高不破滴的上涨红盘 直到第七天 才出现个下跌 那波就直接涨了400点 但是很多人 那时候也都没有赚到 原因就是刚刚讲了一些人性 人性就是这样 它只会居高思维 它涨多不敢追 每天想说 涨太多要反转了 而不是想办法续报原先的部位 以为可以卖在高点 结果卖掉之后还有更高点 然后绝妙的是 这时候它有出现高点 人性都这样想 它就涨这么多了 所以一定真的都会变成说 制作聪明 预设立场去反向做空 像台股这一波连续七天 很明显 都是上涨红K 连长七天了 既然如此 你就是继续报单就对了 既然都上涨红K 就报 等它哪天出现反向 下跌黑K 不过高 再把你的原本的多单部位 顺势了结出场就好了 但是你顺势操作 不代表永远都会对下去 你最后一定会 错在短折那一天 所以你之前 如果没有累积足够的顺势 做多的获利 你最后如果在 截至这一天 想说马上跳进去的话 你就会损失惨重 所以你先行 预设力 涨红力次操作 不但通常不会淘到便宜 反而会得不偿失 所以实际你的操作 一定是怎样 想办法掌握盘式 而不是预测盘式 掌握比预测来得重要 很多人喜欢预测 但那都是错的 其实掌握 爆单才是最关键的 那个傻瓜 通常不太懂得害怕 他也不会说聪明 到说 去预测盘式 他只会专注出一件事情 死脑筋是他的写照 如果你跟你给傻瓜 交代件事 吩咐到盯盘 也跟他讲说 上面那个图卡 交代盗带重播 他讲说顺势操作药力 只要是上涨了红K 还没有出现下跌 破地黑K之前 都千万不要卖掉 他可以从这波706 一直爆现在 因为现在都是上涨红K 没有改变 还没有出现下跌黑K 所以这个傻瓜 爆单法 这波可能是最厉害 不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种 要领跟操作口诀 只是我们真的 一般人都会 输在这样 制作聪明去预测立场 到底谁傻瓜 谁聪明 操作 宁愿傻也不能贪 答案不言而喻 你假聪明人 变成真傻瓜 就跟当兵 大家讲的一样 不打青 不打烂 所以在股市当中 你过于谨慎 过于保守 过于招勁 过于积极的操作者 都占不了太多便宜 有时候 你想太多不是好事 你信念单纯的投资者 不要容易从一而中 成为赢家 所以长期而言 你照着盘面证据 乖乖听话造作 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不过在这边 想请教一下艾斯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最近整个盘是 那你怎么看的吗 OK 短线它到哪里是不知道 因为目前都是没有空讯 都是持续它还是 盪转红黑的状态下 所以短线 其实只要刘医师 出现反转讯号就好了 不然还是要 维持原先傻瓜的 偏多看法不变 这是顺势的原则 先不要预设立场 然后以下我列出一些 就是短线趋势改变的信号 这些其实投资人在盘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 下跌 再来是不过高了 再三是破低 跌破前一天的低点 再来是黑K 再来是说 上场加速比前一天减少了 再来是下跌 加速比前一天增加 甚至雷霆也增加了 基本上如果是 它是明显的多方坡 或空方坡的攻击 其实它都是沿着 五日线在攻击 所以只要回档五日线 又人三天不跌破 这个短线多方趋势 其实是还没有走完的 好 谢谢艾斯 为我们带来 他最近的看盘分享 那喜欢艾斯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了 每个星期来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跟他一起来 进行临线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你这些是用路长的吗 这是要向政府说 你也会要求是 要来弃光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新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足 不执着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351-3999 02-2351-3999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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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 以全新观点 带您专业掌握 国内外房市卖动和讯息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 竹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田大全 一次告诉你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 最潮最夯的养生密码 五只手指可以看健康 养生教育为您大揭秘 心肝脾肺肾 五行五脏怎么保养 底岢 ! 健康 哦! 对 去 它